我剛剛看到有一個人 不知道是否回應 因為回應就一直說 我有個朋友認識了十幾年 有位兄弟就在說 我朋友認識了十幾年 他剛剛問我借錢之後 然後這位兄弟就問 借錢我沒問題 你借來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 借錢那個人就借錢買電視 但是我應該借好嗎? 如果買電視買給家人就借了 不過正常都應該自己出錢買的 看看他什麼原因 其實不是一個非必需品 其實電視就是 我的看法 始終是一種享樂品 如果你說有江湖救急 那你就馬上借錢 這個就差一點 有人說什麼? 我申請了那份工作 那裡的人都說可以添我 但是卡了HR 遲遲都還沒約我見工 如果我打給HR的話 怎麼說 你就說吧 之前的人說要約我見工 我想問有沒有收到情況是怎樣 你老老實實問 大大方方爬你啊 見工這些 越負責才越不好 我以前有一個 我借電視的朋友 好像有試過 都問我這個問題 他又說什麼 屬人已經安排好了 他在公司有些針對 那些人都派了定心軟 他又說什麼都可以的啦 一定沒問題的啦 你一定可以的啦 你一定可以的啦 我們關照 當然他也是很不斷 他那時候說什麼 他又打電話問什麼 好不好問呢 那別人都說了 你已經有熟人照 你還怕什麼 他死都死都不斷 死都不斷 又是問了一次 他說什麼 我還沒看到啊 暫時還沒收到你的取錄通知 還沒寄給你 過了幾天 然後又問我好不可以再打他 我說不用啦 應該不用的 之後他最後還是打 然後他跟我說什麼很後悔 原來那個也是同一個HR聽電話 然後他就說好像很糞 整天在問等不及上班 沒有了威信 我當初叫你不打你 你又不聽 然後覺得不知道 就是很懷疑想打 他經常都不聽我說 那些世人做了很多錯的決定 全部都是不聽我說 為什麼你們不聽我說啊 我叫他不要問 不要做 不要買電視 他就是要買 然後現在就會說 當時為什麼你不按住我啊 我今年聖誕節 就會跟他做大事回顧 我這幾年都不聽我說的話 然後他有一次跟我說什麼三國 然後他說什麼田鋒是廢柴 然後我說 我喜歡明白為什麼你覺得田鋒是廢柴 如果你有看三國 就知道田鋒是袁紹的其中一個謀士 然後就不知道打官道之戰 那些田鋒經常給他一些好招 就說曹操要這樣打 什麼他不夠你砌 什麼你直接硬拚啊 怎樣怎樣怎樣 當然袁紹就咪咪摸摸 不知道有一次 就是田鋒叫袁紹什麼 偷襲襯曹操操和呂布打 就立即打他 打他獲金 然後又咬低 最後就是袁紹就覺得每次不聽田鋒說 然後說什麼會被田鋒笑 然後就堆壞了田鋒 田鋒那時候已經被他收監了 他經常說他妖言或眾 什麼亂軍心 然後把田鋒收入大牢 然後他打書獎 那時候不知道什麼獄卓問田鋒 什麼田大人恭喜你 什麼袁紹打書獎 他就證明你說的東西是對的 當然他說今後你一定會受重用 然後田鋒那時候 靈靈透 他說錯了 我死定了 他說為什麼 那個獄卓說 因為什麼袁紹這個人 什麼好小器 他說他現在知道我說的東西 應驗了 他就會覺得我正在笑他 當然他一定會把我 如果他贏了 反而會覺得 好啦 有什麼開心 原諒你 當然是現在他輸了 我慘敗而會 一定會覺得我恥笑他 覺得羞辱 一定會把我殺死 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最後田鋒 我好像知道死定 當然是自殺死 我是田鋒 我就跟他這樣說 他說田鋒是廢物 我說我就是田鋒 我說你也是袁紹 一樣 我經常都是這樣跟他說 有人說什麼 以前真的很有人情味 會問鄰居借錢買電視 我想問究竟是誰 究竟是誰 常常提 你自己想想 我偶爾提一次 你天天 現在是刻意 問鄰居借錢買電視 我才不相信 你正常會問鄰居借錢買電視 借市郵便會 如果你跟鄰居有人情味 你就說買什麼 你來我家看吧 對不對 神經病 這樣叫有人情味 借錢買電視 以前電視根本就不容易有 這麼貴 全部大家一起看歡樂 今宵 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些有問題 拜拜